2月14号 印尼五个一选举 包括总统与副总统 国会议员 地方代表议员 省议员 县市议员 通过竞选争夺国会580个席位 三种的候选人 依靠阿密斯与穆海明 2号 布拉伯果与顾奇兰 3号 甘茬尔与马富德 分别在雅加达体育场举办肇事活动 吸引数万名的支持者到场加油打气 候选人也在各种公开场合 表达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南海大土纳群岛海域重叠问题 如何降低通膨 以及能源政策与愿景 都是新总统政见表达的关键 一般而言对中国政策会延续 左哥威政府亲中的立场也不会改变 因为印尼要迁都需要大量的外资 中国的企业是增强投资参与新首都的建设 来赚取满满的商机 怀宇新闻富宜现在雅加达开放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